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今天是2018年12月11日,星期二,今天孟晚舟的这个保释听证会呢,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现在呢,是法庭中午休息的时候,今天上午呢,进行了两起,我现在呢,总结一下,孟晚舟的律师呢,进行了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的保释的方案, 一方面的理由呢,是说孟晚舟这个人呢,她是一个很工作很勤奋的人,通过她个人的努力呢,在中国的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是属于一个领袖人物,是一个榜样,是社会上的一个榜样,她这么辛苦得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她自己是不会复制一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她一定会待在加拿大的, 等候着这件事的结束,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她们就提供了这个保释金,保释金呢,是一个担保人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她老公在加拿大有两个,她老公名下的房产,她老公呢,愿意用这两处房产来为她做担保, 同时呢,今天上午,在第一阶段呢,还又提供了四个加拿大的当地人,为她做担保,这样呢,她就有她老公做担保人,还有另外的四个加拿大当地人做担保人,这是担保方面, 第三呢,是她们计划要请两个公司来对孟晚舟呢,进行监控,一个呢,是一个保安公司, 这个保安公司的老板呢,在第二天的开庭当中呢,出庭做了证,提供了详细的一个保安的计划, 基本上呢,就是给她画一个范围,从那条街到那条街,然后从那条街到那条街, 然后呢,在这么一个范围当中,她可以在这个里面活动,然后不可以超出这个范围, 这个监控公司呢,会对她进行监控,每天提供了两个保安来跟踪她, 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公司,以电子设备的形式来监控她的地理位置, 然后呢,如果她破坏这个监控设备的话呢,这个监控中心那边会收到警报, 这是这一个监控的方式,那今天上午的第一阶段呢, 就由这个孟晚舟这一方的律师呢,又提供了四个证人,四个担保人, 其中呢,三个担保人,是用他们家的房产来做抵押,来为孟晚舟做担保, 还有一位呢,是他们家的邻居,愿意用五万的现金来为她做担保, 而同时呢,第一阶段,孟晚舟的律师还提出来, 关于孟晚舟的老公在加拿大的身份的问题, 虽然说呢,她持有的是一个短期签证, 但是呢,理论上呢,他们可以说服移民官, 再给他签发一个更长的签证, 他的签证呢,会得到续签的, 这是今天上午第一阶段和昨天的内容, 那今天上午的第二阶段, 上来呢,就轮到了这个监控官来发言, 首先呢,这个监控官明确的表态, 不同意来释放孟晚舟, 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她老公和孟晚舟, 他们两个在加拿大都是没有身份的, 如果孟晚舟跑的话, 她老公会跟她一起跑, 然后她老公的那两处房产, 她老公就不要了, 之后,孟晚舟肯定会给她老公一补偿的, 关于那四个担保人, 用他们的房产, 还有一个邻居说愿意写一个五万块钱的支票, 这个监控官呢,连说都没说, 如果她老公, 十五个muling, 一千五百万的房产不要了, 孟晚舟可以补偿, 那其他的那四个人那点钱, 真的,孟晚舟要补偿他们的话, 太小意思了, 所以呢,监控官一提都没提, 然后呢,就说到, 孟晚舟的律师说的, 孟晚舟的丈夫那个签证会得到续签的, 关于这个问题, 监控官说, 这个不取决于任何人, 这是一个不定因素, 那个签证呢, 谁也保证不了, 跟我上午说的那意思是一样的, 这你牵扯到第三方啊, 这谁能保证啊, 所以呢, 如果孟晚舟她老公在加拿大没有身份, 签证都没有保障, 那孟晚舟这个老公呢, 她是不可以做担保人的, 就排除孟晚舟她老公做担保人的这个资格, 那如果排除了她做担保人的资格呢, 那那15个Million的担保金也就没有了保障, 那个担保的数额, 那个抵押款就没有了保障, 所以呢, 就没有抵押款, 你不可能这个保试就不成立了, 完全不成立, 然后这个法官呢, 就问这个监控官, 问她说, 那如果她老公被排除了做这个担保人, 那个15个Million的那个数额可不可以减少呢, 这个监控官就说啊, 这个数额呢, 没有了那个担保人, 然后呢, 这个保试金这个数额呢, 一定要非常巨大, 因为这个孟晚舟啊, 她有钱了, 她太有钱了, 对不对, 这个数额一星半点的数额, 哪里足够能够震慑住她呀, 这个数额一定要非常的巨大, 这个监控官呢, 用了一个词significent, 但是呢, 并没有说具体的数, 然后呢, 是孟晚舟的律师就问这个监控方, 问她说, 那如果说孟晚舟的老公不可以做担保人, 那其他的人可以不可以呢, 其他的四个人, 我刚才都说了, 她提都没提, 其实她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律师就多余问这句话, 然后呢, 这监控官呢, 就回复她说, 那四个人呀, 只能是一个补充, 如果孟晚舟她老公不能做担保人了, 这一个主要的担保人不存在了, 那那个补充肯定是不行的呀, 她只是一个补充而已呀, 然后接下来呢, 孟晚舟的律师又提出来了, 说昨天监控方曾经提出来说, 可以让她做这个house arrest, 就是在家里面软禁, 她觉得呢, 这个方法也可以, 还有呢, 她还强调说, 他们所提供的那个方案, 就是划一个黄线, 在她的黄线的范围当中活动, 说又强调了一遍她那个计划, 然后呢, 还指出来, 孟晚舟表示了, 她一定会待在加拿大的, 为什么呢, 她工作了这么多年, 25年了, 工作太辛苦了, 工作特别特别的勤奋, 都没有时间, 塌下心来读一本小说, 言外之意呢, 就是她这回呢, 想塌下心来利用这个时间呢, 来读一本小说, 而且呢, 她有一个计划, 她不是那个硕士毕业吗, 然后呢, 她有一个计划说, 她有可能去申请再去上个学, 读一个phd, 在加拿大读一个phd, 我觉得呢, 她们这一方呢, 提出来这些有点太天真了, 反复的强调说, 工作25年呀, 不会毁掉自己的形象啊, 这个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呢, 他们这边律师呢, 我觉得她, 嗯, 没有抓住机会, 我觉得今天上午啊, 第一阶段, 一上来的时候, 这个律师呢, 就应该赶紧讨论, 昨天检控官所提出来的那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house arrest, 就是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软禁这个, 赶紧就接受这个, 不要再提什么黄线了, 对吧, 就接受, 你昨天不是提出来house arrest的好, 我们就来house arrest,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软禁, 然后我们想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 对不对, 让它更具体化, 但是呢, 这个律师并没有接着讨论, 检控官的这第一个方案, 然后检控官昨天还提出了第二个方案, 就是把这15个mulian呢,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7.5个mulian呢, 用这个物业来担保, 然后另外7.5个mulian呢, 用现金来担保, 这个律师啊, 上来就应该来讨论这个, 那7.5个mulian呢, 你哪怕你用那些人, 那些realtor啊, 那些地产经纪啊, 邻居啊, 朋友啊, 那些, 对吧, 他有一个保姆, 他是六个, 六百万呀, 然后他那个realtor是180万, 这加起来都780万了呀, 对吧, 这两个就能满足, 那个750万的那个条件, 然后他昨天晚上就应该连夜赶紧让中国华为啊什么之类的, 连夜筹款, 把孟晚舟呢, 甭管哪个账号, 他私人的账号里面, 对吧, 搞出来750万的现金, 打到这边的一个账号里, 对不对, 我们都准备好了, 750万准备好了, 你监控官昨天提的那两个, 我们现在全部能都能够满足, 然后细节给他, 对吧, 上来就应该讨论这个, 但是呢, 这个律师呢, 自私之中都没有讨论这个, 等着人家监控官说不同意了, 拒了, 对吧, 不接受了, 不同意放他, 还提一下说house arrest, 除了说house arrest呢, 还说什么黄线, 我觉得他们这策略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今天在法庭上的陈述呢, 我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我的安排呢, 不会是这样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上来呢, 就赶紧讨论, 检控官昨天的两个建议, 对吧, 检控官都建议了, 还不赶紧接着, 还不赶紧给他完善了, 好, 现在检控官是不同意了, 现在法庭休停了, 等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呢, 说是法官会宣判, 不知道会不会宣判, 我这个视频呢, 我这个视频呢, 先跟您说到这里, 等到下午两点宣判以后, 或者是有其他的进展, 我再跟您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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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电视频道,